那接下来我们再看另外一个组件 叫ScoreView ScoreView组件从这个字面印字上来看 Score就是一个滚动的意思 那么这个组件可以让我们进行一个 向下的滑动 或者说是一个左右的滑动 就是一个纵向和速向的 那么我们看一下 它是如何去进行一个相关属性的一个配置 那么这是一个官方的 官方它也是说 这是一个可以滚动的视图区域 那么如何去设置呢 首先我们先看这两个属性 一个叫ScoreX 一个叫ScoreY 那么ScoreY是指可以让我们去 纵向进行滚动 ScoreX是指的 让我们去横向的进行滚动 那默认的话 它全部都关闭了 就都是false 如果说要去开启的话 我们只要设置为tru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来在代码里面进行一个演示 看一下它的一个效果是如何的 首先还是一样 我们把这一块进行一个复制 我们还是一样这个方便开发 好 ok 然后再修改一下我们的配置文件 这个时候已经ok了 这个呢是沿用的我们以前的一个样式吧 对吧 那么以前的样式有些都没有用 有些这种东西 flex布局是没有用的 那么我们可以去掉吧 对吧 首先这个container我们不需要 不需要的话 它就会变成一个这个样子 那么我们要进行滚动 我们就把这一块全部撑满 撑满的话 就是直接把这个宽度 设置为100% 那就可以了 可以吧 现在已经全部撑满了 然后呢 我们现在这个是view 那我们得把它改为scoreview吧 好 现在已经是一个可以滚动的试图 那么我们现在尝试着进行滚动 是不行的 原因是我们没有设置 对吧 我们把这个属性拿过来 score y 我们设置为tru 保存一下 发现还是不能滚动 原因是为什么呢 现在我们这个score的view 它的宽度 就是我们这几个 abcd的 它的这些适途的宽度的总和 所以说我们为了要进行一个展示 所以我们必须要给它 也测试一个高度吧 我们给它设置为300 abcd 好 OK 这个时候可以发现 我们的外部区域这个视图 已经是缩小了 然后这边也出现了一个滚动条 并且呢 我们可以使用鼠标 在这边进行一个滚动 好 那么这个就是一个score y的一个操作 那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些其他的属性 这个score x 我们放到最后再去讲 我们再看这两个属性 这两个属性是指 当我们的一个手指啊 要移动我们的这个score view的时候 距离顶部或者左边有多永远的时候 单位是px啊 距离多永远的时候 会触发一个score to up事件 另外呢 还有一个叫什么 距离我们底部或者右边的时候 触发一个score to lower事件 那么这两个事件呢 在我们的最下面 在这里 这是我支持我们去进行一个绑定的事件 那么滚动到底部和滚动到上下左右 各个边角的时候都会触发一些事件 那么我们来做一个演示 首先呢 我们是在这个外部 需要把这个事件给放进去吧 我们直接复制一下 那么还有一个事件 好 现在两个事件已经绑定完毕 那么我们需要在js里面去进行一个编写 打开js 然后呢 在这里面去写吧 两个事件 分别是score to 另外呢 是叫score lower 好 两个事件现在都好了 那么我们写个consult吧 consult.log 我们写一下滚动到顶部 然后呢 我们再复制一下 这个是滚动到底部 ok 然后我们来进行一个演示 我们现在是往下面移 先打开调试器 我们把这个往下面移 可以发现 滚动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它的一个预置就已经打印出来了 然后我们再往下面滚动 滚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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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滚动到底部了 再往下面移 这个就不会再出现了 那么我们再往上面移 慢慢滚动 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这边已经开始显示了滚动到顶部 然后再慢慢的往上面移 它全部会通过日制的形式都打印出来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 可以看到 在这边 在这边它有一个距离 是指的当我们滚动的时候 我们的页面距离顶部或者底部的时候 有多少单位的时候会出发我们的事件 那么现在默认是50对吧 我们进行一个修改 不要让它在50的时候出发 我们让它在0的时候出发 我们把这两个复制一下 设置为0 还有一个我们也把它设置为0 好 ok 然后打开我们的调试器 再来进行一个查看 我们首先往下面慢慢移 它只出现了一次对吧 然后我们再往上面移 移动到顶部也只出现到一次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通过这种方式就可以解决 我们直到底部才会出发的一个事件 另外 它还有一个作用 我们为什么要让它设置为50 或者说你可以设置为100的时候 因为有时候我们在进行一个 相关查阅的时候 尤其是在滚动去查看一些 比如说文章列表 查看一些视频音频 它会有一个加载 其实就是一个分页 它就是让我们自动的去 进行一个后端的数据的传输 调用我们的后端的一个分页 看一下我们当到达了20条的时候 没有数据 那么往下拉 然后我们再去进行一个预加载 或者说直接去进行一个加载 进行一个逆步的调用 那么这个时候 把调用过来的数据再往下面拼接 那就可以了 它可以做到一个这样的作用 那么我们再往下面看 这边有一个scoretop和scoreleft 这两个我们只讲这个 其实是一样的 这是为了设置我们滚动条的一个位置 我们来进行一个设置 把这个scoretop直接复制一下 我们放到这里来 我们就设置成100 然后可以看到 当我们重新编译的时候 我们的滚动条已经滚动到这个位置了 如果说我们再把它进行一个修改 改为250 保存编译 可以看到它的滚动条已经滚到这个下面了 对吧 好 OK 这个就是scoretop的一个用法 然后再往下面看 scoreintoview 这个我们放到后面去说 这边有一个enablebacktotop 这个是什么意思 这个是指 当我们因为我们有时候经常看到 当iOS或者安卓 我们点击顶部的标题栏 可以让我们在一个滚动条 直接返回到顶部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做法 但是它只支持数项 那么我们现在就是数项的对吧 我们复制一下 放到这里来 好 保存重新编译 现在已经在这个位置 对吧 我们进行一个点击 发现并没有用 对吧 为什么 因为它这边也说了 它在文道中是说 在iOS或者安卓中才可以 但是我们现在这个 相当于是在一个web环境 对吧 我们是触发不了手机上的一些相关的API的 那么所以说我们就必须要在手机上试运行 那么现在我们在手机上来测试一下 打开一个工具 这个工具都随意的 首先我们的话当前这个是肯定不行 对吧 我们这样子 当前项目因为没有APPID 所以说我们是在这里可以看到 这些按钮全部都是灰色的 我们不能预览 也不能远程调试 这个我们在前面的章节有说过 那么我们先来打开一个项目 打开一个这个项目 这个就是我们有APPID的 那么好 这个时候我们做一个操作 这里面没有我们的页面 我们复制一下 好 现在我们已经有这个目录了 然后再把scoreview写一下 好 这个时候已经有了吧 然后我们这边点击预览 让手机去进行一个预览 我们先打开微信 然后扫一下 好 目前我们的手机上已经有了 然后这个时候再把我们打开 好可以看到吧 现在是已经有了一个这样的展示 目前的话我们手机显示的是在底部 然后我们现在可以滑动 这个是可以进行滑动的 然后最上面是红色 现在是把它滑动到最下面 这个时候我手指先点击我们这个标题 就是黑色这一块中间的部分 我点击一下 发现它自动的已经滚过去了吧 我们再试一下 OK吧 那么在我们这个手机上演示就OK 没有问题 然后我们再接着看 可以看一下这个 这个是什么意思 这个是指在设置滚动条位置的时候 可以使用一个动画进行一个过渡 是什么意思 我们来演示一下 我们现在这个重新编译的时候 我们可以发现它这个滚动条是直接在这边显示的 对吧 那么如果说我们在这里 把这个写上给它一个动画效果 重新再保存编译 注意看一下 你会发现它只是会有一个动画的 它会有一个动画进行一个过渡 那么它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大家也可以去试一下 然后我们再接着看 这边还有一个bound score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是指我们在一个滚动的时候 只要你在不停的滚动 那么它就会发生一个事件 会去触发这样的一个事件 那么我们来进行一个调试 我们来演示一下 这个工程没用 我们关掉 然后我们这边进行一个绑定 就叫score事件 然后在我们的js里面去编写 把这边改掉 滚 好 然后打开调试器 我们来进行查看 我们现在目前是滚动到底部 慢慢再让它滚 你可以发现 这边在不停的把我们的这个滚动的事件 再打印出来 这个就是我们一个滚动的事件 OK 那么这个现在的话 这些事件都演示完毕 你还差一个属性 这个属性就是一个scoreinterview scoreinterview 是什么意思呢 它是在里面设置 可以让我们自动的定位到某一个块 某一个成员元素那个地方去 我们可以设置一下 我们设置的话 是必须要指定成员的ID 那么我们成员的ID 必须也是要保证是一个唯一的 那么ID它本来就是一个 可以当做是一个唯一的组件 那么我们在这里面进行一个设置 目前我们这边有ABCDG对吧 如果说我这边直接写A 那么在我们重新编译的时候 它是没有任何用的 为什么 因为它现在我们已经有一个scoretop吧 我们把这个scoretop我们给删掉 放到外面去作为一个注释 大家可以看看 那么这个时候当我们拿掉的时候 我们的这个scoreinterview就已经实时是生效了 它是一开始指定到我们的A这一款 那么如果说把这个ID改掉 我们改为B保存编译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你可以发现它并没有进行一个滚动 对吧 因为刚刚我们说了 你需要有去进行一个滚动的时候 你必须要有一个ID 你目前你还没有ID 怎么去滚呢 对吧 我们让它滚一下 然后我们在这边分别写上ABCDE 这个时候保存编译 你可以发现它已经进行了一次滚动 对吧 然后我们再把这个改为C 保存并编译 OK吧 它已经滚动到我们的C来了 我们再把它改为D 保存并且编译 OK吧 滚动了 然后再改为E 保存并且编译 它进行滚动了 但是它并没有滚动到这里 这是什么原因呢 因为我们的这个E的高度 高度不够大 我们只需要设置它的一个高度就可以了 在这边改为350 保存编译 OK吧 进行了一个滚动 好 OK 那么这些就是我们的一些可滚动 试图的区域的演示